2000块钱买的音箱用了三天 只卖20块 这么好的事哪里去找 20块钱这个坑我先跳 到货啦 搬个板凳 长按点赞 咱们开始拆箱 不管它能不能用 20块钱 直 plus14应该是有灯光效果的呀 你的灯光呢 大哥你这20块不是 看来要请出我的看家宝了 兄弟们 我的钱身是做什么的 有些人可能认识 但是大部分人是不认识这个标志的 当年在江湖上 可是人称修手机的小可 寡人怎么未曾听说呀 那修一个音箱岂不是 so easy 怎么散架了 大哥我怎么感觉我上当了呀 这个1000多块钱的音箱 怎么就一个1860电池的 老铁你要给我一个解释 你就听清楚哦 话不要乱讲话哦 它这个灯光坏了 是因为这个线头掉了 这些也简单 哎呦我得妈爷 好大哥呀 这不是搞人吗 来把这头线给插上啊 见证奇迹的时刻 亮 牛不牛 要不要点个赞 感受一下音质 待会我再装机 找一首蔡老师的镀琴 找一首蔡老师的镀口 哦我声音开大一点 哇我离近一点 看大家感受不感受的到哈 这边怎么没有声音啊 我懂了 我懂了 这个东西不出意外 它是个防瓶 滑墙北的 是这样的 原因很简单 它的声音呢 只有这一边有声音 这一边完全是个展示而已 它这里虽然有一个啊 这个软膜 看到没有 但是它是完全不出声的 这边只负责一个灯光效果而已 那行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把这个玩意给它装好 而且呢 我给它做了一个很好的密封 以后谁要是想打开都费劲哦 胶带 汉死 下面这里呢 汉死 嘎嘎板正 而且加了一点黑色的感觉又帅帅的 是不是 好那么20块钱买的 我觉得修好之后至少可以卖25 净赚5块钱 值 净 刮